我講到這個崩嵐亞的移民人群 雖然我是主持人應該不要講太多 但是因為那個李教授沒有 我就多用他一點時間 我講我一個經驗 我記得我大概是2006年 我那時候到越南的中部去開一個 也是類似移民人群的國際會議 以前我們在台灣 我還以為台灣人對外勞也是不錯 但是我去開了那個國際會議之後 我就覺得很丟臉 台灣可以說是亞洲國家 對外勞人權最糟糕的一個國家 裡面有一個報告就提到說 裡面有一個報告就提到說 那時候是亞洲國家 就是2006年 現在可能稍微好一點 那時候的統計數字 我們一年 逃跑的外勞人口 我記得是兩萬多人 日本大概幾百個人 韓國大概幾千二年 台灣是 逃跑 人口 那個外勞逃跑 這個數量最多的一個國家 跟哪個國家差不多 馬來西亞 所以就那個年代來講 是馬來西亞跟台灣 對這個人權保障 是最糟糕的國家 所以我從那次的國際報告 這個會議之後 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美國的國務院 把台灣當作 那幾年 把台灣當作 人口販賣的 轉英國家之一 我那時候還看不懂說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 為什麼講這個東西 我聽不懂 我記得是2006年還是2007年 不是零四 我是在越南開的 中部 我是去的 越南才知道說 台灣是人權保障 紀錄最差的國家之一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談這個 南向政策 也談到這個移民人權 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 有意義的一個題目 好 那再下來 呃 呃 我想還是 從我們表定的 這個白刷刷 黑幕人權行動聯盟代表 那我想 就是由 張天華小姐跟 莊惠玲小姐 你們接續 來做一個 整體的報告 謝謝 是 好 你們兩個可以有20分鐘 你們兩個可以有20分鐘 好 好 這位子有多 可能要弄一下 呃 大家好 我叫惠玲 對 那今天我們比較會是 就是 呃 就是比較 因為呃 我們比較多的經驗都是 呃 實戰經驗這樣子 對那 因為我們跟楊老師比較認識 是因為我們之前有辦的一個論壇 在談 呃 無國籍的這個議題 對那 我們知道說 楊老師在這幾年其實對於這些這樣的議題 比如說華僑啊 華人啊 等等這個議題其實都有些研究這樣 那我們今天其實比較是來這邊借助 就是楊老師的這個過去的這個學術研究 來呼應我們這一段時間其實在台灣工作的一些景點這樣子 對那 所以今天我其實比較談的東西會是用我們 這個組織其實我們叫白刷刷嘛 那其實我們下面其實有好幾個NGO的 呃 組織團體 對就是這幾年這幾十 呃一二十年來其實都會在跟移工 然後剛才老師有講的移民 新住民關係配偶一起工作的經驗來 呃 呃來談一談就是我們透過老師的這本書有一些看法 跟一些對於現在新南向政策的一些活力這樣子 對 那我可能就是會比較會先從我自己呃 呃來介紹 因為我看場上其實還蠻多驚人的 可能年紀比我小一點 我自己是80年了 就是80年代的這一代 對那我自己其實比較都是住在台北 呃 呃 呃也在台北念書 對 那我自己的父親是養 我的養父 他比較是在50年代那個時候 呃 從大陸就是撤退來台灣 哇 那時候年紀還很小這樣 呃 呃 呃 那我自己的成長背景就比較是在這個這個狀態 對 所以我自己有從小就會看到 欸 這個在談什麼叫做台灣啊 要講你們是台灣人啊 對 所以我其實是比較在這個位置上面長大的 對 所以我其實也比較是用台灣人來認同我自己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像我這一代的年輕人 某種程度比較會以台灣為中心 像我自己就早期就會比較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那再加上其實我沒有移動的經驗 我剛剛有講說我都一直住在台灣 嗯 所以這個東西 就某種程度 對於這種 台灣裡面到底有哪些人 齁 這些人怎麼能移動 然後其實我在大學畢業之前其實我沒有這麼有感覺 對 我想應該有一些年輕人可能某一種程度可能跟我的經驗有點像 對 那其實雖然我沒有什麼意識齁 可是呢 我們台灣裡面一直都有在移動 比如說我覺得我在現場看到一些大哥 也許你們也不是台北人 你可能是從別的地方到台灣來的這樣 別的地方到北部來這樣 或者是有一些移動 對 那其實 這邊其實會講到的是說 如果台灣的內部花了幾個軸線 其實台灣內部 我剛才講說 從北 從南移到北 從東移到西 島內自己有一個移動 可是其實島跟 像老師剛才講說 所以一個太平原來看台灣是一個島 其實我們也有好幾個主要的軸線 比如說50年代 甚至是80年代 90年代 有不一樣的人群進來台灣 對 那這個移動 他恐怕的是我自己一個人很想要移動就可以移動 在不同年代其實都有一個外界的一個推力 比如說早期因為戰爭 後來因為台灣政策的這個希望歸國華僑 甚至是因為這個移動的簡單 所以有一些東南亞的朋友來台灣打工都有 那甚至到後來90年代的這個南向政策 其實各國的交流更平凡 甚至說台灣的勞動政策 或勞動的轉型 產業升級升級沒過去 然後引進這個外籍移工 甚至說這個南向政策的這個平凡 所以台灣其實開始跟不同國家有一些交流 那有一些不同 比如說越南或者菲律賓 甚至泰國的一些泰坦 會跟我們台灣人結婚 這個其實都有一個脈絡在 對 那其實我在講這些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人其實是沒被看到的 那這就是我們白刷刷 這幾年的工作過程當中認識到有這些人 剛才有講到黑戶先生黑戶媽媽 或者是我剛才講到歸國華僑 可是你不知道有一些歸國華僑 在過程當中預期的 對我知道現場好像有一兩個也是華僑的背景 對 那像我們認識的預期 認識了非常多的飛橋 因為政策的變 早期他們來台灣 規定上面他們找了一個保證人 他們就可以申請長期居留證 甚至就可以拿到定居證 可是這個政策一變之後 這些人就沒有這個管道可以進來了 沒有這個管道可以成為長期居留的人 那他的過程當中他就預期了 或者是待會也許 阮神父會談談跟移工有關係的 就是逃跑的移工外勞 那甚至是我們去年協助的一個個案叫盧州阿財 也是在這個剛才我前面講到 整個台灣的很多的人進來 可是因為台灣的內部的政策改變 他要定義什麼的 他要怎麼在國際上 要怎麼跟人家互動的這個 我們內部的移民法的相關的政策緊縮等等 有些人就掉下來 這就是我們這一段時間跟一些黑戶一起在工作的 就是我們看到黑戶其實他本身不是一個 我自己想要變成玉琦就變成玉琦 他其實是我們看到他是在國與國之間的 這個國界機關掉下來的人 那這些人其實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這段時間其實工作 遇到了十幾二十個這樣的case 這樣的個案這樣的朋友 那我們發現說他們身上其實 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亞洲歷史跟政治 像我剛才講的 喬生那個時代為什麼會來到台灣 東南亞的人為什麼 像剛才有律師有講 曾律師有講到 在早期可能有一些東南亞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人他會進來台灣 後來可以來打 那個時候的國界並沒有這麼嚴格 是可以工作的 那後來慢慢的整個國際的控管越嚴格 這些人並不知道 因為他們當時候的社會不像我們現在 很多資訊可以Google Google得到 以前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這種資訊的沒有那麼清楚 其實有些人就這樣掉了 對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工作過程當中 看到這個亞洲歷史 各個國家的政治歷史變化 台灣其實是在整個整體中 是一個個體 對 這個是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跟這些人一起工作 想要透過這些 他們的問題背後到底會反應什麼 同時也在跟他們一起看看 在台灣他們到底有沒有空間 可以掙脫這種國際控管 然後他們雖然是黑戶預期 可是能不能夠在台灣可以就定合法 對 那我這個東西其實是在拉 透過他們在談他們自己的這個處境狀態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很能夠在談 就是老師書裡面談的那個連帶關係 不只是歷史上的連帶關係 地理上的連帶關係 其實在整個國家的一個變 整個世界的變化 整個亞洲的變動 其實跟台灣的那個關係 是有一種連帶的 我們就活在某一個時間點 可能我出生在這邊 我的這個時間點是 背後其實是有這麼多的層次跟軸線的連帶關係 對 這個是我覺得 這是我們在黑戶的工作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後面其實是這麼複雜的 對 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是我剛才講說 我們有幾個NGO一起組的這個團體 對 那我們最近其實就把這個東西 剛剛我講的東西其實蠻複雜的 對 那我們最近其實就有透過的這樣的一個書的記載 其實把這個黑戶的故事以及後面的整個歷史政治的東西 透過一本書其實也是想要繼續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就像是楊老師他把他這段時間的研究也出成一本書 可以透過文字的部分可以跟更多人交流 對 那這個地方其實我們接下來會談有關於南向 我們怎麼想 我們要出去外面 可是台灣其實非常多的外籍的朋友 像剛才老師跟律師都有提到 台灣的外籍配偶現在已經超過50萬人了 對 那其實我剛才提到的一些黑戶其實就在這50萬人裡面 有些人他們就掉下來了 可是因為這個狀況是必須要修法 必須要改變很多的政策 對 但這些人 因為現在台灣的法律改變政策 但大概沒有辦法修集既往 對 所以我們就在想 如果能夠讓 我們要往外出走 往外去跟其他的朋友 國家做朋友 我們國家裡面其實有一些這樣預期的朋友 這些問題該怎麼解決 對 才夠夠全面的可以 真的 真的可以去 新的南向政策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有在討論 所謂的大聲黑鼓這個事情 其實在其他的國家都有在 處理這樣的狀況 對 但是我們其實非常覺得這個非常不太不容易 對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 他你想到說 欸 預期就是跟法院上面好像有點 非法啊 比如說 逃跑外島他們就是非法 為什麼要讓他們救命 對 這個地方其實非常挑戰 對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背後的是 因為像剛才 鄭律師就有講 我們台灣的這個 對移民的人權這個地方 好像做得不夠 不夠那麼好 對 但是誰可以決定 這些政策到底要好或不好 只有我們本地公民可以決定 可是這些外籍配偶跟外籍移工 他們卻被這些政策所影響 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有一個決定的權利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透過在大聲黑鼓的 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背後一個更重要的東西是 到底誰有權力決定自己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用之前在常常都會在講 自己的政治自己高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我們其實也在談 那是不是不同的邏輯的人 在台灣這個地方居住 那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參政的機會跟可能 等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請佑華再幫我們做一個補充 好 台上的前輩們 還有台下這些所有的夥伴們 大家午安 我是張佑華 我的工作團體是台灣國際家庭附居協會 我們一起處理我們百刀 法配護人權行動聯盟站的一個大團體 那麼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我們從2010年開始做這個大社配護 就地合華的運動 在過程裡面我們開始體驗到一件事情 我們其實開始實踐跟投入移民參政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立場跟補充是不分國際人人參政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在這一次我覺得在拜讀楊老師的這個書裡面 我覺得特別有感受在這個書裡面的 第八章第九章到第十章 那特別在第十章三百第十九頁 我覺得楊老師特別談了在澳大利亞 他的這個華人的參政的經驗 我們覺得有很多可以呼應的這個 這個很有共鳴的地方 譬如說其實老師 楊老師提到說其實 楊老師在澳洲發展到目前期 某種客觀條件跟主觀條件 可以慢慢地承受 所以讓華人可以更積極地來參與政治 那相對我們看到台灣的現況 目前來講我們覺得在主觀上 客觀上都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困難 譬如說在法律上面 我們認為其實政策的歧視 還是目前我們對待移民移工 人權現象的最大最大最大的障礙 楊老師目前的國際法第十條還是規定 我們的移民當他規劃成為我們中華民國國民之後 成為公民之後 他要再經過十年 他才有參選的權利 他才能成為候選人 我們認為這個是不公平的 這是一個打折的參政權 所以我覺得在主觀上面 我們必須要突破這樣的困難 客觀上面一定要突破這樣的政策上的歧視 那像我們在這些年期從2012年 我們就以本地工作者 本地運動者公有欠來參選新北市的立委 以工作運動者實力投入參選 來開始除下我們的移民朋友 來關心來參與移民參政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2014我們有工作者投入了里長 包括像莊惠林投入了我們北市市領區的里長選舉 我個人投入了高雄鳳山區市議員選舉 那2016我們參選立委 而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邀請移民姐妹 跟我們一起作為聯合參選人 那雖然在身份上面 沒有辦法正式的身份登記成為參選人 可是我覺得我們在參選過程 透過聯合參選 讓我們的移民姐妹有機會認識台灣政治 其實我們的姐妹是非常非常有政治意識的 特別是當他們都可以開 我覺得他們非常可以把台灣的政治經驗 跟他的母國政治經驗 怎麼勾連起來做一種對照 做一種經驗的參照 所以我覺得在百合法配物人權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實踐方式是以運動者參選來帶動 來影響我們的移民 也願意來有這個參政的熱情跟實際的經驗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透過短劇 然後透過街頭拜訪 街頭拜訪 無論是姐妹去拜訪姐妹 我覺得那個當姐妹們願意拿著麥克風 來在街頭在市場說話的時候 當然已經很多視頻的注意 你是多人嗎 你為什麼可以出來參選 我們的越南姐妹很有勇氣 她會擺負我們的民眾說 如果我出來選 你會投我一票嗎 譬如我們在像右上方的照片 我們是在越南小食店 越南小食店辦這個參政的座談會 討論什麼 討論我們的十二名國教 現在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搞得非常的複雜 我們的移民媽媽很多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 我的孩子到底上天高職還念高中 我們就在越南小食店 賣和本的小食店 跟我們的移民家庭 開始討論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在我們的中文課程不只叫摸摸摸摸 我們在課程裡面 從2014、2014、2016 我們的陸續在每一次選舉的之前 我們都做這種實習公民的模擬投票 你知道嗎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對我們本地人來講 我們都知道怎麼去投票 我們都知道會把選舉公報拿出來瀏覽一下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移民他如何知道他可以投票 他如何可以投下他的神聖的一票 剛剛我們的前輩們都提到 台灣的婚姻移民到今年已經有超過五十億萬了 他已經超過我們的原住民了 那麼這五十億萬人 其實在今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已經有二十萬人擁有投票權 那其實今年的三個推出總統候選人政黨 也都相繼的提出或需或時或多或少的移民政策 想要來吸移民的選票 那可是有沒有人真的關心 那我們的移民朋友 他如何珍惜他自己手上的這一票 像我當時在競選的過程 在走榜夜市市場的時候 遇到好幾位我們的移民姐妹 他已經其實擁有公民權 有投票權有超過十年了 也會來台灣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他從來沒有去投票過 這個我覺得呼應到 我們楊老師的書長也講到 我們的移民朋友 可能在我們目前台灣社會裡面 他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參政的動能 這也是我們的實踐過程 我們真實經驗到的 你鼓勵他投票 我的移民姐妹問我說 華姐我如果投給你 你會給我工作嗎 你會給我辦事嗎 我們的移民朋友 可能很多移民朋友 最關心的是我的動物 我的生計問題 可是這個過程需要我們 我覺得努力去創造很多的平台 讓我們的移民朋友 可以有他自己的投票權 跟參政權 包括像我們會做 我剛講是在市內的 做大的婚姻移民的 這樣的一個模擬投票 像我們的惠玲 在他選舉的選民黨那一年 他就在他的社區公園裡面 邀請移民朋友 移民朋友 移民朋友可不可以投票 他可不可以參選權 其實在歐盟 所以他就讓他的移民朋友 做了一個模擬投市長 這樣的活動 這是因為 像我們在高 我來自高雄 像我們在高雄 我們在國際嘉賢這個社團裡 我們做的是去做 新住民投票懶人 保持當時公事 來採訪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把 投票續支 變成一個 用中文寫 然後翻譯成 印尼文 越南文 跟英文 放在網路上面 讓移民姐妹 可以更理解 怎麼樣來投票 那我剛提到 移民可不可以投票 移民可不可以參與政治 那我們其實 剛剛我談的是 很期待我們的國際法 可以做更多的鬆綁 能夠廢除 國際法第十條 因為第十條是規定 你要取得國際之後 十年後 才可以參選 那麼你看看我們歐洲國家 目前很多歐洲國家 其實它是用居住事實來認定 舉例來講 荷蘭 荷蘭 它從1985年開始 其實只要在荷蘭境內 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 知道我荷蘭 你只要住滿了五年 你就可以有地方政治的參與權 地方的參政權 那這個很有趣就是 在今年總統大選完後 我記得是一月還是二月的商業週刊 我們就有一位 韋戴斯先生 他是個荷蘭爸爸 他從荷蘭來到台灣念書 然後跟台灣人結婚成家 那麼他最近呢 他一直在商業週刊 寫他的育兒週記 我記得他在年初的時候 他就寫了一篇這樣子的文章 他就在反應說 我把他挑到最後 他就在談 其實在荷蘭 在荷蘭在他的國家 新住民不只可以投票 而且可以主動選舉 就他有這個參選的權利 那可以參選地方 可以參選地方選舉 你看他最後一段 他說 常常聽到 因為台灣新選太低 所以吸引不到人才 無法跟香港大陸 新加坡的高薪工作機會的競爭 不過在我看來 高薪只會解決部分問題 在一個把新住民當成 四等居民的政治體系之下 誰要當新住民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今天新南鄉政策 要往前走 我們非常同意楊老師 在剛剛開場講的 以人為本 你不只要去東南亞 去亞洲其他國家 把人當人看 其實從台灣本地開始 我們就該把人當人看 然後我們都移公移民 賦予他們充分的完整的參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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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心裡面是非常的激動 為什麼 因為主持的政律師 是我在十二年前 在剛出道 開始做律師的時候 他設立了法庫 那時候呢 剛好有機會 參加這個法庫的活動 就讀出 就去面試這個法庫的行政律師 這樣 那時候是2004年 那在政律師的面試下 我就進入法庫當行政律師 那一年剛好發生了幾件事情 就跟軟身不有關 這個高雄的 我們著名的 台南的對不起 台南的一對父子 這個性侵數百年 這個 這個移公的這樣的一個案件 這樣子 那當年也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太勞 那時候太傑在施工 太勞的抗暴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明白 所以因為連續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國家的這個 在人口販運美國的平壁 就被打到T2 就跟柬埔寨差不多 我們既是人口販運的國家 輸出國 那也是輸入的國家 那 那 當其實白刷刷的檸檬 在報告的時候 心裡面就很有感覺 因為我的父親是台中人 但是因為認識我媽媽 就嫁來台北 這樣子 那來台北以後呢 就住在離這邊附近的六章裡 大家也知道六章裡 以前望向這一片 辛亥隧道的山石波摩的壯壁 絕對不是像現在 綠重重的 然後 那是一個公寓 頂樓呢 是一個印尼太太 印尼華僑 來台灣 帶了她的長子 嫁給了 一個老兵 這樣子 那總共後來 又生了四個小孩 那因為 我的父母是白手起家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小時候就要到 我們家住四樓 他們家住女朋友 就要到他們家大火 這樣子 那 她那個媽媽就會主婦有 這個風味的 這個印尼的彩色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那為什麼 從這個故事開始講 其實 新南向 或是看到外勞 外遍 在台灣的處境的時候 我在這十幾年來 法律付出基金會 或是我自己 在後來到外面 職業的歷程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國家說走出去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門底打開 很多人都進來 但是我們怎麼樣 對待我們這些 進來的朋友 那以下就是針對 我們看到這個國家 怎麼進來 這些朋友 跟大家做一個 很簡單的報告 因為 法律付出基金會 剛設立的時候 就是我們以 輔助率弱勢為主 那設立不久的時候 其實這個 軟神父就可以 帶他的案件 來法復提供 你看 所以你們這個 怎麼可以不幫 這怎麼可以不幫 這怎麼可以不幫 那法復那時候 也做了一個鬆法 什麼意思呢 法律付出法規定 要在合法居住台灣的人民 才可以獲得 法律付出的資源 所以軟神父帶來的個案 有點 讓法復覺得有點棘手 為什麼 他有些這個部分是持 講不詐 或是不是自己的身分 進來的 他算是在合法路進來 有看到有人點頭 有些人搖頭對不對 那第二個部分 那他要不要人民 是不是屬於國民 這在法律付出基金會內部 就有很多的討論 後來覺得要幫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人真的是太慘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想像 這些新移民 這些外老 這些外配 浩家妻子來台灣工作的 這些人 他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 負擔訴訟費用 他也沒有辦法找律師 他是這個 台灣社會裡面 最弱的這一群 所以 那時候法復就開放了 這樣的一個 要件 只要你不是 只要你不是 夾這複筒 游泳進來的 只要你是 正大光明的 拿著護照 管你真的假的 進來的 事後就算發生是怎樣 你也是合法路徑 我們就願意幫你 這要延伸97年的時候 你就成立一個 人口犯運的專案 你只要是 人口犯運的被害人 即使你自己有一些刑責 或是有一些 違反台灣法律的部分 我們也給你 法律輔助 所以 開始 法復就接觸了 這一些外勞 這一些移工的 法律實踐裡面 那我自己也參與其中 今天因為時間比較短 我先 分享幾件 我自己看到的 司法 或是我們這個法律體系 或是我們這個社會 怎麼對待 這一些來台灣的反應 不過一個案件我非常深刻 這個案子後來在2014年 兩公約國際審查裡面 也變成影子報告書的一部分 這樣子 這個當時也同意 不過 孤隱情勇就稱她 劉小姐 劉小姐也來台灣 她擔任的是 看護工工作 大家知道看護工在台灣 其實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她進來以後 雖然那時候照顧的 民意是照顧她 但是台灣的孤獨都非常 善加利用這樣 她早上起來的時候 要幫全家人做早餐 清理爺爺的房子 為爺爺吃藥完以後 就要照顧 這個 爸爸媽媽要上 然後準備小朋友 上學的東西 後來那時候就 清理全家 清理完全家以後呢 最後下午的時候 就會開始做一些 灌洗的 這個清洗家裡工作 直到晚上12點 先生加班回來以後 他要去幫那個先生洗車 一天工作的時數非常的長這樣 那後來這個 家屬的狀況惡化 然後我就送到醫院 那24小時 他就在醫院 沒有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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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他先生後來來台灣 他先生來台灣 他就跟他先生有見面 那這個部分就有這個 他有跟他的這個太太講說 我能不能跟我先生見面 那太太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不能跟他見面 為什麼 他也有小朋友 這樣我們懷孕多麼麻煩啊 對不對 你不能跟先生見面 可是離鄉那麼久 他還是跟他先生見面 一次就 真的不小心就懷孕了這樣子 那就在他 這個肚子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一直去掩飾這件事情 因為他怕被發現 他就被送回去 因為他有很高的待遇 沒有被輸 這樣子 那後來 沒有辦法 直到屠宿 我在醫院就生了小孩 這個太太就非常生氣 就告訴他 也不過失傷害 為什麼 他說你照顧人家 因為你懷孕所以 你都不能幫我們的媽媽拍身體 所以你就得了一個霧窗 然後這個部分 也有一些症狀 我就告他 也有過失傷害 因為他不是人口犯用被害人 那剛好那時候收容法制 其實保護有幫助有進步 以前啊 外國人 只要被抓到 套保外勞 或是沒有頭髮拘留 直接就丟三下 跟一個三賞 外國人收容 那外國人收容所 在大法官解釋 廢棄這個收容制度以前 是沒有期限的 我們剛進收容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人 住了多久 大概十幾二十年 就在那個四層樓 用鐵絲網圍著 就像今天 比林哲關小一點 當裡面住了沒有久 後來這個部分 法律部署基金會的 百條官會 有幾位律師協助 加大法官才做出解釋 你不能收容 你不能去 但是你有一個安置的處理 但那個安置是在 法律修正之後 所以他就 可是你找不到地方安置 因為清罪啊 我不能把他擠壓對不對 擠壓也不符合人選 就把他安置在一個 沒有牌照的 中心這樣子 那一審 當然沒有幫他找律師 偵查的時候 沒有幫他找律師 我接到的時候 已經是一審被判有罪 要上課室的時候 去幫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憤怒 看到那個JIME 感覺是憤怒 為什麼 不知道 我所有的案子裡面 在檢察署 只要這些外勞外配 可以接到傳票 要去檢察署 我跟他講 要什麼 要反應 在94年95年到97年8年 剩到100年這個案子 檢察官都說 沒關係你先不用帶 你先人來再講 那人來 在講是這樣 他就開始對著我的當事人說 你會不會講中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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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講的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那你現在都知道 我是什麼意思 知道 所以大律師很不用翻譯 他不用翻譯 在警局也是這樣 在警局也是這樣 知道 知道 司改會 跟這個一些團體 我們去 在做這個 監察院去做糾正 就做了這個陳其林 才開始慢慢有改變 這個 我們國家才建立這個 統一治療法 不過現在常常 常常 在警察局 或是遞檢這個階段 他一直不等你 就直接就這樣去做 巡迴的動作 沒有幫他找律師 就算有一審大門輸 對不對 他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沒有 就是說 如果你是人口翻譯的被害人 或是 你今天是有被害的一個狀況 你安置 其實國家這裡是有補助安置費用 可是如果這是 你自己設犯刑案 國家是沒有給你安置費用 可是他可以住在那個安置中 所以我就覺得很納悶 而且那個雇主 在那個安置中心的負責也很奇怪 就覺得 感覺他好像有些事情 很難走 玩完不久 他這個安置處所 就可以發現 他都是收容這一些 這個部分有刑案的 外勞外配合 幫他的小食店打工 打工的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前面大家不是在用餐 對不對 用餐收進來 他就把他一桶一桶一桶 然後這些 被安置的外勞 他們就要去吃難 一桶一桶一桶 而且要救著死亡人 去吃行 這件人口翻譯的案件 後來被 他們一桶一桶起訴 爭霸 一審判刑 但是二審因為外勞都回去 就判不罪 這個部分 人生不想 一定有很多這樣的經驗 好吧 我們行政案件上二審 很努力去做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樣不對 為什麼 超時工作啊 對不對 拚命的超時工作啊 就算了 環境其事嘛 對不對 一個外勞 辛苦的來台灣 他連見他 先生的面的機會都沒有 部主還是跟他講說 這個部分是怎樣 你跟你先生正面 你一定會懷孕 這個 我們到現在 到現在外勞入境 這個部分 還要去做認證檢查 認證檢查 那我們後來把這個案子 以狀告到這個法院 認為這個部主 有懷孕其實的狀況 結果這個法官 後來就笑笑的看著我 說大律師 你這個案子 你的主張都很有道理 但是體質不太好 他說體質不太好 就是說你這個外勞 看起來是有一些 舒服的狀況 可是我問各位 你離家背景 你沒有任何職員 外勞有仲介嘛 對不對 但是外勞仲介 從來不是蠻外勞 從來不是 你現在讓人仲介 他不能幫他解決 他反應的問題 所以他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 自己在處理 那先拉回來 後來這個我自己 這個從沒有結婚 當律師外勞 到結婚 然後生了一個孩子 生了雙胞胎 兩人又再三歲以下 這個剛好就可以請外勞 這樣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在早期 我們在剛開放外勞的外配 進來這個年代的時候 資訊是不流通的 手機是不流通的 他就是生活在你這個家中的環境裡面 那你現在各位 如果你現在用外勞的時候 你看他拿著手機 就可以知道 他有一個群組 你知道嗎 哪家雇主幹了什麼 壞事 那個群組幾百年就知道了 然後總共是幾個群組 在處理這樣 那 甚至因為我們跟我們家外勞的感情 所以他會告訴我們說 哪一家哪一家 有illegal的狀況 有illegal的狀況 所以 回過來今天這樣的一個題目就是 其實台灣一直都是一個 開放的社會 有很多的外國的朋友 來到我們這一塊土地 在我們這一塊土地 認真的工作 可是我們國家這個制度 是怎麼樣對這一些 遠道而來的朋友 其實剛剛幾位夥伴講得非常的清楚 犯這個案子 因為二審這個部分 因為一審已經被判決了 所以就跟著他在偵查 一審都認罪 他沒有律師嘛 他就二審沒有辦法 判得比較輕 但是還是進去 那因為我們法新證書中的過程 就去看他這樣子 他跟我講說台灣人 其實大部分對我們很好 真的 於是面對我們很好 可是這個地方的房間 真的是太恐怖了 這邊的僱主真的是太恐怖了 法官真的是太恐怖了 檢察官真的是太恐怖了 所以 不然他回去的時候 我有叫他一個爹 偶爾他還會跟我說說嗨這樣子 但是我在想 我請他來台灣玩 他大概也不敢 他也可能進不來了 這是第一個案件 第二個案件 是我上個月做的案件 再反复才會做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案件 這不知道是仲介將來是怎樣 他也在外勞受不了 部主的虐待 他就逃跑 我們曾經有律師 這個外勞逃跑以後 那個 這個 他的部主 就拉了一個外勞的皮箱 到警察 這樣 所以 我這個人已經逃跑 但是我懷疑他好像有拿我的東西 然後這個警察就打開那個皮箱 你就發現上面就是那個 部主的戒指放在最上面 長得很好 就放在最上面這樣 長得這個案件 那我這個案件也是 這個 這真的是公說公有禮 不說國有禮 這個 外勞走的時候 就帶走了他的平板 這樣 就帶走他的平板 他說這是我自己出錢買的 這是我的平板 但是部主說你逃跑外勞 我就指望你把我的平板帶走 因為那個平板的名字是我 不是你的 他就說錢是我出的 月費是我付的 他就平板是我的 那部主說沒有啊 那個名字是我的 錢是我付的 這就進到一個羅生文這樣 那個案子 那個案子 不然我們交戶結婚的時候 把那個 雇主從錢怎麼付的 什麼時候付的 你怎麼付的 那外勞有沒有給你錢 交戶結婚 交戶的亂七八糟這樣 雇主講的亂七八糟 看起來要判補罪的人 那法官挑出來說 你這個 當事人 你會這樣的 判裂被告 在台灣已經半年了 已經半年了 不然這樣 認罪 無條件關係 要不要 要不要 看你無罪 這個 部主會上訴啊 對不對 就算那個部份當初是你買的 但是那個契約是什麼 雇主簽的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雖然是你的 但是你後續 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你沒有付原本的這些月租費 你有沒有背信啊 大律師 就算這件判裂罪 雇主會上訴嘛 背信這個部份衍生的法律 你不可能要移交地檢署 我心裡面盤算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這個案子如果 讓他這個部分判裂罪 上訴 發回地檢署續證 解釋 續證 半年要過去了 半年要過去了 這一個外勞 他因為被判刑案 現在雖然不會被收容 可是他的生活 我們政府是管他 他自己要找一個人 幫他吃醋 他也不能管他 他只是一個 被國家審問的客 我舉手 我就跟法官講說 法官我跟法官講一下 我是抓著我自己的卷證 一個律師已經知道這件案子可能 會被判裂罪 可是 你要很當心 我怎麼樣選擇 這就是一個國家司法 在解決 在看待 我們外籍朋友的一個態度 甚至我覺得 在這個司法的過程中 我們的司法體 早就知道 他在處於這樣 無利益的地位 所以我這樣也是 對你好啊對不對 去認一個 不存在的罪 時間快要超過了齁 我再講最後一個 結果 認罪 對 但是很不願意 他跟我講說 這個總書法院認罪的時候 他還跟我講說 律師謝謝你 我非常的難過 非常難過 這是我非常挫敗的一件案子 但是 當事人覺得他能夠回去很開心 他能夠遠離這塊土地 我們到底在講 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你想想看 我們這樣對這些外來的朋友們 他們回去 講到台灣這塊土地 講到台灣這塊土地 這些人 講到他台灣在所遭遇的這些司法 我們有辦法建立關係嗎 最後一個 有個少年 他母親是外籍配偶這樣 成績非常的好 但是他母親沒有辦法講太好的作用 他的發展 學校都是前期的這樣子 但是後來這個部分 因為一些形式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就學 也沒有辦法就業這樣子 在上一班上一題 那媽媽在環境上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覺得自己沒有把這個小朋友照顧 因為他已經離路了 他自己扶養這個小朋友 這小朋友為了要力爭上流 想辦法讀書 涉及的是一個毒品去發展 發展 發展 我們國家只能用一個方式 就是小朋友這個部分 去受這個 聽到上面的結論裡面 讓他們能夠繼續審選 然後那 母親這個部分 也只能偶爾去看 就是 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發展講很細 就是說 我們對於外配 尤其是特殊基因的外配 到底提供多少的資源 外配要拿到身份證 要拿到工作 的權利要多久 這個部分怎麼辦 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近來 我們這個國家的所有的朋友們 就是我們最好的廣告 可是我們國家怎麼對待 這些外來外配 我們有沒有想辦法 利用這些五十萬的外配 利用他們的第二代 當作我們最好新南向的利器 當作我們跟當地原始的一個聯繫 但是我們把它當作一種麻煩 當作社會的邊緣而不適於這些弱勢的需要 在我們這個社會的階層流動裡面 被打到一個沒有辦法 自由發展的一種求求 這樣 這十年要四五分鐘講 實在是很困難 感覺有點沉重 不過我相信 暖神父一定會帶個希望 因為他是神父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時間交給 正義士跟暖神父寄想 謝謝漢輝 謝謝漢輝 其實寡福從2004開始 漢輝就是第一批的戰將 那其實我要非常感謝他 他一直接手這個崗位 就是因為有這一些很熱心的 在寡福工作的人 所以我們才能對社會 尤其是這些弱勢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個外郎外配 做一點點幫忙 那其實 剛剛那個漢輝在提到說 這個外國人到底能不能 在台灣遇到法律問題 能不能幫忙 其實這個法律當初朝理是我底的 我的設計就是可以 但是不明白講得很清楚 因為你寫得很清楚 那些老官僚就說 你怎麼可以幫助外國人 所以才會寫說 合法入境 然後我們裡面藏一個條款就是說 法務的董事物還可以 其他事項還可以決定 就是要有這些熱神人 來做這些事情 才會對社會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很多外國人 外勞外配 包括中國 這個道路來 我們其實都有幫助 這個法力不是這一塊 其實是相對 比較好一點點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 這個 一些東南亞的駐外的時間 都很喜歡到法務大陸來拜訪 因為他知道 我們基金會是可以幫忙 而且是免費的幫助 好 再下來跟我們這個 也常常跟法務委員 都請教跟合作的 乃神 我想他有很多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 來 乃神 主持人 各位參與人 各位今天來參與這個會場 大家 午安 午安 最近 最近 對於台灣 新南向政策的 在越南很大的一個案件 大家記得嗎 什麼案件 台索 台索 台索本來它的名字是 FOMOSA FOMOSA 是台灣的名 如果你在外面 你說FOMOSA 就是代表台灣 這個是本來 那個 那個 外國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 舉這個名字 給台灣 但是台灣 因為這個案件 在越南 越南人在越南 這個台索 這個FOMOSA 變成一個 一個 對他們的 蠻反感的 一個東西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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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新南向的政策 雖然它是以前的 那個 馬政府 那個 時代的 這個 事情 但是 影響到現在的 但現在今天我會有兩個 我那個 我那個 呃 與談的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 是有關 移民 不是在台灣的移民 越南那邊的移民 會從各 其他的省 移到 河境 那邊去 或者其到那些 台灣在越南那邊 建廠 啊 運作 那些 移民 第二個部分 就有關 移民 移工 在台灣 啊 剛剛 朱瑞士說 講的 這個議題 那麼那麼那麼大 但是那麼那麼廣 所以 用這個一段段的時間 這樣的講話 所以呢 我 我的部分 就 我做得比較快 然後 以後 就 這個 剩下的時間 讓各位 能夠 問 問答 那 還是要看到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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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 你們所看到的是什麼 那個人 對他另外一個人 那 越南 政府 現在 的 有關 對於 呃 一個移民 還是 當地 的人民 有關 從國外來的 越南的建設 他們都 通通把這些人當 不理不知了 他們要這塊土地 呃 為了 給外國人 或是給其他的 公司 建廠的 他們就 他們就 用一樣的 一個一樣的 政策 去把他們 那個 破千 對不對 破千 所以 爾地塞國就請大家看 一些 那個照片 是那個 有關這個移民被破千的 這個是有關 呃 呃 在河內的 呃 一群人 因為 呃 呃 有一個 像我一樣在台灣 因為提倡 這個社會的公平 有一個破千 就被政府 突然來 抓他 但我本來就 拿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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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把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 把他 他是一個 無罪的 呃 啊 當他把這個 那個 他 他 他講話 他反對是因為 政府這邊 你這個 呃 把這個 土地 賣 賣 賣給 其他的公司 所以呢 把這個 這些那邊 居住的人民 破千 好 這個是你們 所看到的 一個年紀大的 老太太 因為 她的 土地 房間 被 被破千 所以呢 她就一個人 住在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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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 地方 然後 當然 我們在 越南 是一個 共產國家 所以呢 是一個 非常 獨裁 一個 暴力的 一個國家 所以呢 都是 如果 我上 我這樣 在台灣的話 這樣公開的 講 公開的反對的話 就是 一被抓 然後被 撞到 監獄去 所以呢 每個場合 有問題的話 就是公關就出現 或者他們找 那些 那個 黑社會的 分子 然後 付他們的錢 然後來 打 那些人 這個 連 這個 宗教 宗教 以前 所 一百年 之前 所屬於宗教的 團體 如果他們 要的話 他們也要想辦法 來 強迫 要求 他們 那個 什麼 說 這個 這個 天主教的 一個 修院 這個 最近所發生 上個禮拜 以前 這個是 十字架 然後被 他們 公安進來 就把 這個 拿掉 或拿破 在這個 教育 他們重新 來 把 十字架 好 這個是 台所的 當他們 來台灣 越南 建 建廠的時候 他們 公開 建廠的 一個活動 然後呢 就變成這個 樣子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是在 合近的地方 附近 那個 那個地方 雖然 這個 台所還沒有 在那個地方 建廠 離 從他們到 台所 很長的段路 但是 他們 已經要求 地方政府 把這塊土地 給他們 所以那邊 所有的 他們留搭 部分 大概是 一千戶 然後呢 還有 那邊 有一百 十八戶 他們拒絕 不搬 是因為 他們所付的 錢 就不夠 所以他們到 新的地方 不夠錢 錢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 可以建 蓋他們的房子 所以他們拒絕 被他們拒絕的時候 就派 他們來 這個 怎麼說 拆他們的房子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照片 這個地方 是一個 教堂的 神附近的地方 然後呢 造成 那邊的 那個 孩子們 沒有一個地方 去 上學 他們 這個小孩子 已經兩年多了 沒有辦法去上學 那是因為 政府 地方政府 不給他們 到 附近的 那個 附近的 學校 那個上課 他們 他們這樣子做 就是要 批 這些孩子們的 家長 一定要 新的地方去 所以他們 他們的孩子 還能夠 在那個 新的地方 可以上學 這個地方是 他們 有一些 義工的老師 他們在他們 之間 他們自己的家庭 那個 提供這個場所 交孩子 連他們這樣子做 那 政府 公安也進來 然後我邀請他們 不能這樣做 這是我關於越南移民的問題 所以 從你們所看到的一些照片 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 回來台灣這邊 看一下 我們如何在台灣 一講到 新 南向的政策 我們如何來保護這些人 剛剛 楊教授說 那個 新南向的政策 就是 以人為主 以人為本 那我的看法就是 以人為主 那 因為把 以人為主的話 它裡面 有這個精神存在 當你說 那個 以人為本的話 那是 五度修化 我的看法 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當一個當地的地方政府 他們不遵守 國際的標準 然後它本來是一個貪固 貪婪的國家 那如何來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一講到 FORMOSA 就講到台灣 因為一個公司 它因為它 跟那個當地的政府 私底下的和諧 剛剛他們宣布幾天以前 他們說什麼 這個是他們承認他們的錯 其實他們不是承認他們的錯 他們只講出來 他們已經跟越南政府 已經說好 然後怎麼做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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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一個 5億美元 而從哪一個標準 可以做出來 5億美元 他们还没有提出来一个报告 是对这个海水里面造成他们放什么毒药 影响到越南中部的海洋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行为 潜水员死掉了 是在生命 他们现在没有工作 这个失业 然后多少移民 那个渔工 那个渔民在四个省 他们没有什么 他们五小岁的五亿美元 他们以什么为标准来复制地址 当他们没有 当他们开始的时候 各位知道吗 他们用多少时间来审核 这个台数十二天 十二天而已 到省得整个台数的建厂 所以我的建议 如果我们谈到新南上政策的部分 我想台湾必要更改台湾的法律 去有关台湾公司到国外去投资 如果在国外的夺活资引起当地人民的伤害的话 他们能不能在台湾这边告这些公司 他说台湾这边有没有这个责任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台湾当审核 那个所有的一些在国外的投资 他们的审核程序 要公开 让大家知道 第三件事情 是当台湾公司在国外 投资影响到人民生活的问题的话 让他们那些人民能不能在台湾这边告这些公司 然后台湾这边有没有这个责任 这个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跟大家讲 刚刚讲到 是有关台湾的移工 移民 在台湾这边 有关这个新政策 好听 我听起来好像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现在我想 新南向政策 是台湾公司这边 他们所需求 为了他们 台湾这边政府的政策 但是当他们移工移进来的时候 他们是否以这个新南向政策来考虑 或是他们说 我们需要 所以你们提供 然后呢 你们提供了以后 你们在这个土地 在这边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一块一块来注意 我想这样的 对啊 我的看法就是 整体的来 做一个 做一个 evaluation 做一个 那个 评估 然后呢 在那一块 还需要改 更改 那 必要更改 为了保护 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只有三个礼拜在国办公室的一个发生 一个劳工从越南进来越南的 一到公司来的时候 雇主 他种植公司在场 都求他签一个 一个合书 那个 那个什么说 合约 说 以后我 我好好的 那公司可以扣我 十万块 他这么 他来的时候 他也不懂 语言也不懂 什么也不懂 现在人害怕 你要什么 我就签啊 那他工作到两年了以后 很辛苦 这个被获学了以后 他说不了 他就逃了 工作 在外面工作 两年 三年 要回去的时候 要老板 就换你 他说 你已经签了 他是不是有签吗 给他看 就不记得 那这样的话 那因为那时候 我什么语言都不通啊 我没签签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说 不行 那时候我跟我的 我的车工说 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法服 请法服来申请律書来 打一个案件 他说 对不行 是因为这个有这个 这个合约 这个有效 我说 怎么有效 大家才对 大家才对 哈哈哈哈 对 对 好 谢谢你 因为告诉我 这个可以申请 刚刚郑律师讲的 这个有关公正的一个事情 如果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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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合约 然后 一个 一个 人 他什么都不懂 因为心里人很害怕 然后他手签的 以后 台湾这边 在法院好像有效 看法官 如果所有的法官说 这个是无效 而是有效的话 我想这个事情 不管台湾 我想那个台湾 有关这个司法的部分 我想这个要讨论 因为 因为如果看法官的话 就是个人的观念 个人的看法 我想这个 以法名来讲 我想这个 好 那我的部分 现在到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蓝神父 蓝神父刚刚提到 最近台湾一个 在越南投资的 重大案子 造成当地的污染 不过那案子 我觉得是 台湾人不如越南人 台塑 我想在台湾造成的 污染跟越南 我不敢说 哪个多难的 最起码我觉得 都一样 但是台湾的百姓 还没有拿到 这么多的赔偿 所以台湾人不如越南人 但是从这里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企业 在台湾造成的污染 对台湾人 是多么不够 我看他们连赔偿 都很少 那政府多么重 这些企业 那这些企业 到外国投资之后 你看 给150亿人 他才知道说 外国政府 怎么看出我们事情 好 那个 我们今天的 报告 跟 语谈的部分先到这个部分 告一段落 那我们再来是 综合座谈 我们综合座谈 有35分钟 那我想今天来的 来宾也非常多 那 我是不是先开放 现场的来宾 三个 提问 提问 发言的时间 就一分钟了 可能三个过 三大五 因为我看人蛮多的 如果只提三个大概会不够 好不好 我们就开放现场提问 然后看你要问哪一位 都可以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姓蔡 那我是 家庭来自越南 新著名二代 我现在是 就是说 自由工作者 就是在越南语的教学和影响 写作上面 那就是说 其实 我听到今天这个讲座 那 其实是想要问 在党的 这个 与位嘉宾 其实想问 就是说 因为 在520的 那个新政府上来之后 其实一直提到 新南向政策 那 再来是说 提到说 新二代 可能说我们 在母国 可能有一些 人脉或一些社会的资本 那 可以说 做一个 台湾 不然是经济上各方面的延伸 但是 就我们的角度来看 其实很遗憾的是说 好像 我们一直是被当作一种 被利用的角色 而且好像 好像只有在 经贸上面 才能够 有那个利用 但是 我其实是想说 借用各位 与谈者 就是不同的这个 专业领域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新二代 就是说 有更多的一个想像 其实 新二代 是不是可以做出 更多更多 不管在文化上 或者说 各种不同的议题上 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而不会只是 可能 局限在这个经贸上 或是说 社会资源的利用 谢谢 谢谢 蔡先生 你要不要留电话 因为 都会需要 这种人才 我最近有一个案子 在找 印尼的翻译 一个字 一点五块 一目翻译 一个字才一块 我也合作很多 来 三才兄 很成功 从香港来 打电架 非常成功 又回馈社会的案例 谢谢陈律师 实际 很幸运今天有来 因为我很敬佩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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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对 我神父 从很多文章都看到她的名字 其实 我作为 我妈妈是 香港的新移民 我作为新移民 在香港心情是非常难 来到台湾 我自己是一个新住民 我今年1月15号 拿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在去年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二等公民 现在是1.5等了 1.5等 为什么呢 外劳绝对是三等公民 因为 不是我说的是 我们国家的政策 我在换我的身份证 我的 换了身份证 我去换 中国信用卡 到最后省了所有东西 还要我提供什么 户籍通文 我说户籍通文 提供完 我是不是要卖房子 都有可能 被你卖房子都 都有可能 而且我是老公 我是来请假 去申请户籍通文 这个其实后来我打去银行局 两公电话 就搞定了 我的意思是 其实很多政策 你 证明我是前面的李三才 是政府的责任 不是 我的责任 懂我意思吗 其实他只是跟你 没有衔接到基督证 跟我本身的 那个身份证的差异 还有凭证 而且这个银行 只为有钱人服务 我后来才懂 这个好几家 是以大银行 都为有钱人服务 这不是他的错 是社会的错 因为 我本身已经 他做了15年 他的客户了 而且我在那边已经改了 只是那个部门 怕查都不查 那我的意思是 其实我有想写信给金管局 他说写文章 他才会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我个人 后续我还要换家交换一对证件 我都已经准备好 我都已经准备好 不几个本 所以你看 要成为中华民国 我们也是这种卑微的 尽管你是移工 就像你是中产 就像我们郑律师所形容的 就是说 对于台湾很熟悉的部分 最后我要讲 就是 我们下次的那个 法副的物款餐 会可以通知我 我非常敬佩 今天我们和周律师的一个分享 谢谢 我们前立委 有没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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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那个 贵宾 我 我很敬佩 郑秉書长 周大律师 短生 还出来参选 我觉得 还有两个 两小说 我分享两个小故事就好了 当初在做两性公共平等法 那时候叫两性公共平等法 那时候叫两性公共平等法 不是要育婴价吗 陪产价吗 可是那时候讲到说 外籍 外劳 我们说 如果怀孕的话 健康检查不合格 我就可以继续在工作了 那我说那中华民国国民台湾人呢 如果怀孕的话 是不是也 健康检查不合格 他们不回答我的话 可是 我觉得他们盲脑袋里面 小资产阶级的想法 那时候我在老委会 法规委员会的时候 讨论到这个 再来就是上上礼拜 我妹妹家的外劳 脚踏伸掉了 跟我所想的一样 因为那一种脚踏伸的标志 台湾大概只有二十步而已 我平常说 我带你去大安分局报案 然后你又外劳的群组 全国找 不用全国找 台北市跟新北市找 我相信一定找得回来 只要我们的警察系统 还有司法系统 能够大家协助 他们最后想一想 不行 我对台湾跟中华民国 的司法不信 应该说警察女性没有什么信心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我非常的敬佩 感谢 现场还有没有要提问 刚刚蔡先生 你要 你那个问题要 有没有指定要谁分答 有没有 那这样子 因为我们 这一个场次是35分 提问大概花了 后面是5分 来 我要提问 我其实是感谢 我这一场 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那 我要分享的是说 我二十年前 其实就对我们的新朋友 新营有一些关注 也根据我先介绍自己 我是那国际社会学习的学生 是杨老师的研究生 那 也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一人 对 所谓的 东南云的 国家 有一些 多一点的认识 那特别是今天的议题 我觉得 非常的感动 特别是 刚刚听了很多的故事 让我真的 心里还蛮沉重的 虽然过去二十年前 我在接触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在个案的事件上面 看到许多的不公平 就是那个 那个现象 其实到现在 这么多年 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我觉得 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 那 特别是今天 听了这样的 许多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 我们真的该努力 包括每一个人 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 每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去做的话 我相信国家的政策 是有平地做起 那今天的议题 我觉得 比较多听到的是 国内的现象 那我原来对 所谓的 西南向政策 我们国家 怎么对 这东南亚国家 有一些 就是说 多认识 多接触 我比较少听到 对国外的这些认识 那是不是 我们的 做谈配 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听到这方面的讯息 这是我想的 我想 刚刚你的发言 是蛮重要的 新南向政策 其实不是只有在讲台湾 应该还是要讲外国的部分 但是我想今天 这一部分的琢磨 除了这个 楊教授的报告里面 多一点的话 来报告阮神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要做多琢磨 我本来是要在 结论的时候再讲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去南向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这个 大方向是对的 大方向的政策是对的 但是 新南向政策是对的方向 但是你有准备好的朋友 我是要问这个 好 第一个 你对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 你清楚吗 好 我自己有几个官司 比如说我去越南打官司 你第一个要不要找当地的律师 你知道越南的律师界的生态 是长什么样子吗 我最近在打一个是 印尼的官司 那律师界的生态又怎么样 像我去越南找律师合作 遇到几个律师 我那个官司大概是六百万 被当地一个厂商倒了六百万 遇到几个律师 都跟我说要先要那个两成 而且要现金 一百二十万要先拿 我说那个钱要得到吗 那可能是倒掉拿不钱 你还跟他拿一百二十 我当正拿一百二十万 那有可能 所以你当然要找当地的律师就很难 所以法律制度 你有去做整体的规划没有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 新南向政策 是对的 但是你准备好 再来就是说 人家的这个 整个国家的政策跟你能不能互相 另外就是说 你去的心态是什么 我刚刚有提到说 以人为本 你去如果是节者而移的心态 我看你也做不准 所以一定是去互惠 去互惠 你一定要对人家有贡献 你如果这个观念不正确的话 我看人家政府也不会欢迎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只是一个起步 再来就是说去 像我刚刚提到的法律制度 这一块 有没有可以更深度的了解 人家的政策 像最近有一个暗示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都那样 我去菲律宾搭过捷印 菲律宾有捷印 当时只有一条 大家都在挤哪条捷印 那我去马来西亚搭过三条 他有三条捷印 那我去印度也搭过他的捷印 坦白讲印度的捷印很干净 素质不会比台湾差 我们到底清楚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对人家这个 几个周边的国家的研究 到底你了不了解 我在2006年到马来西亚去开会 我看到一个画面我非常难过 结果说Asian 这个东南海国企 四个国家 领袖手牵手 台湾就是被领图在外 那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 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是国内的问题 那你要踏出去 你要怎么去面对 像刚刚阮神乌讲的 台湾是我们国内算是第一大的企业 你去给它造了最大的灾污染的时候 你的新南疆政策 这个是一个负面指标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把它好好处理 好我想这个应该听大家讲 不过我觉得那部分 就对东南亚的介绍可能还要再多一点 好 我想时间这样分配 如果等一下你还有提误 还是可以提 那今天刚刚我们的舞台呢 我们各分配大概 再做一个发言 大概一个人 两分钟到三分钟 但是那个主讲人 那杨教授我给你多一点 因为你是主讲人 你三到五分钟好不好 好那就请杨教授开始 这里刚好有一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 就是刚刚谈到那个第二代 新二代 这个我是就是说 从这个开始有新二代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也去参与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目前 我刚刚有说到说 其实我目前台湾现在在讲新南向政策 我认为最缺乏的东西就是 尚未观念 因为呢 它到最后 在执行什么业务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分包的 比如说现在正是重视这个问题 然后就把它当做一个业务 分包到不同的单位去 那之前的那个情况是 分包到那个教育部 然后教育部的那个 最底层的单位 然后办了一些活动 然后或者是说 有时候是移民署来办 那办那个活动 我也去参加了 我也去协助 可是我去协助的时候 我想就是说 就是我稍微说一下那个意思 就是假如 如果是在台湾 如果我们重视新著名的第二代 而且认为新著名的第二代 它可能可以发挥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这个角色 那理论上来讲 这是对的 就是假如呢 在台湾成长 那它可能有一点 就是说 在台湾 协助台湾的人 跟当地沟通的优势的话 那这个是可以成为 就是说 成为一个可以利用之余 问题是说 很多实际上的很多家庭 在他们就是说 新著名驾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个家庭根本就是 没有去协助这个第二代 去得到 我们刚刚讲到 跟他的母国的连结 那假如说你 从小没有 就是说 我们至少 在目前在台湾 我们至少还没有一个体系 去协助这些第二代 真的去 比方说 学习到母国的这个语言 或者是说文化 那这样的话 他们本来在 就是说 适应这个主流文化的时候 说定 会比较弱实 那现在呢 等它成长到目前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又要求它说 我现在赋予你一个任务 你现在要去帮我们 就是说 协助跟东南亚去沟通 你要再去学那个母国 等等 假如没有好的配套的话 一件事情的美意 就会变成双重歧视 或双重歌曲 本来已经弱势了 你现在还给它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这个 这个怎么做得到呢 那大概也就是说 我想从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考虑 就是说 我觉得任何事情 目前这个时候 要怎么做 只要将心比心就可以 什么叫将心比心呢 就是 就是我们同样的事情 我们想象一下 在其他国家的那个作品 然后我们问我们自己说 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到 那我们最简单一件事情 各位可能有亲亲朋友在美 那你想一下 就说 那在美国的那个 在美国的这些亲亲朋友 他会不会希望他的小孩 除了当地的英文之外 那也能够 也能够学中文 会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国家本身 他可能就是 除了有中文学校之外 那他可能还有 就是说 他在他的大学体系里面 他也有这种 就是说 让华语变成是当地的一个课程 协助 协助这种 就是说 协助这个 这个 移民的第二代 能够保有他的那个 移民文化 那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 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 扪心自慰 如果今天越南的同学说 他们想要建立一个 越南学校系统 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任何人想到这件事吗 连想都没想过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目前我们比较世界上这些先进的国家 我们其实在这方面 所做的努力还差很远 那当你没有办法 你连这种基本的配套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一个弱势的家庭 你要他负担 就说哇 你又希望你做这些 又希望你做这些 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 简单 就是说 我用这个来回答刚刚的那一句话 那我还是 就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它 我说既然我们现在在台湾 最缺乏的是这三位观念 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 能够有更多的人 来跟我们 就说 有志一同 就是 目前台湾跟这些国家缺乏 这个国家上层的 我现在讲的上层 不一定是说 政府官员的上层 而是说 思想啊 文化啊 还有就是 制度啊 或者是说 互相了解的那个交流 我们现在缺乏的是这种 比较高层次的这个了解 那当你欠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看起来 都像是在做一些 就是说 你要花很多力去做这些谜 它不像是 比方说 我们只要拿那个 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来去对比 就是说台湾跟东南洋的关系 就可以 就是说 在台湾有很多人 会非常乐意 因为对日本的这个国家 就是说 当作是我们的敬礼奇爱 去付出学习很多东西 那 只要我们这个社会 不够培养 到最后成为一个 对南方清善的国家 我想这样就 我觉得能够 能够往这个方向发展 就非常足够 那现在我们距离这个 这个目标很宁愿 大家要一起努力 好 谢谢 如果这样我们就从左边来 好 再来捍卫 谢谢老师分享 刚刚我还是不想到 那一个越南台售的案件 那我就想到 我自己在把握承办的 另外一件重大的公安事件 就是阿斯利案件 台湾其实曾经被 经济殖民过很久 即使公益政府来台 开始招商了很慢 这个大企业不断的进来台湾 设立了阿斯利公司 为什么讲到阿斯利公司 因为阿斯利公司 一样也是污染台湾的老头 污染台湾的土地 我们努力打了十年的输送 只有一省 就达了十年 才拿到努力 贪力 的叛递跟结果 那为什么讲到这件事情 在新南向政策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往南方这个部分 去推展台湾的经济实力也好 文化也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从一个被殖民者的角度 变成另外一种 像阮神父讲的殖民者的角度 去使用他们廉价的劳工 地链的土地 利用他们环保规定的不完善 来获得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吗 那这件事情 对于曾经被这样对待的国门 是不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正义的事情 所以 刚刚 阮神父提到那一个反过前 那个经过 我就想到 我在承办RCA过程中的流程感 只是角色仿佛对调了 对调了 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 在我接触这一些外来外配的经验里面 真的是可以理解 在我们生命历程中 对这样子 东南亚各国的认识是非常少数的 我曾经这个 有机会接触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就是 缅甸的孤军的后裔 卖心碟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 就说 他们真的是无国籍的人 大家都不承认 来台湾留学的时候 他要拿假证件 他就回去的时候 就是他们被抓了 所以就回不去 所以 对于这些人 其实至少在我的观察里面 我们的政府并没有真正重视他们 那很难想像的是 就是一个政府如果连在地的这些人士都不正式 都不去组织这样的资源 我们要怎么样 鉴定一个以人为本 或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新南向政策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我觉得新南向政策 如果只是另外一种经济殖民的口号的话 那到底是台湾的荣耀 还是其实这个部分只是另外一种经济殖民的展现 因为很简单 中国大陆已经 我们没有办法在那边 工资也比我们高了 那我就找一块新的殖民地去获取我们最大的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那台湾这个产业 到底还可以多久 还是我们今天去丰富 我们自己 台湾在亚洲中心的一个心脏核心这样的一个角色 去把我们的文化的底蕴 去把我们这个台湾社会的有生命力的 这一群新营运人 做一个很好的资源连结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 要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是 我们台湾的政府 我们在座的各位 真的是重视我们这些西民的权力 那关于重视西民的权力这个部分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处理来讲 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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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有第一个部分区的利益是西民 可是在这个部分参政的发源群 或是车会的产业 甚至在取得工作 身份证的资格上面 都是不友善的 你很难想像一个国家 那当他对于这些群众都那么友善的状况之下 他还可以打一个政策 所以我要走出去 这样 这是我一个分享阶格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想先来想称策 必要有它的价值配同 那当我讲到价值的话 我想除了赚钱以外 还有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 不管是文化 或是语言 传统 或是习惯等等 如果把这个价值的观念放在里面的 我想他会带来 人民 不管是台湾 或是在当地的国家 生活的进步 然后那个幸福 那 我想因为可能 台湾是在目前 刚刚跟中文师所讲的 他对于有关周围的国家 有一些地方是落差 我都看法 我在台湾工作 生活了二十几年 像台湾跟越南比的话 台湾比越南好得多 我相信台湾的司法的系统 那为什么我相信他 那最起码 台湾有法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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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若是人民来台湾 或是台湾的人民 因为经济的困难 没办法 可以请律师 台湾有这个福 越南没办法 一讲到这个湾 刚刚今天一进来 我跟一位女士在后面这边谈 她也有经验在越南那边 有去投资 记得 这个环境非常非常非常恶劣 恶劣不是越南人不宽领 这个外来的国家的公司 是越南政府贪污贪 的问题 那所以呢我想 一讲到这个 新南向的政策 我想台湾这边的司法 我想 我刚刚在我的演讲的时候 我说必要 必要那个赶格 如果公司在台湾到某某国家去投资 然后那个因为它 是主要是在 是那个 是那个 要那个顺利 然后那个便宜的话 那 没有办法 当地可以带来这个 当地的人民的幸福 那个怎么说 经济和那个精神的家族 当它没有 它没有得到的时候 它可以往这个台湾 这个国家来看这个法律 台湾这边也有法律 所以它可以请求台湾这边的一些民间的团体 帮忙他们在台湾打官司 这样子的话 对于那些公司 那类的公司 因为它不管这个人民 那个精神和固执的幸福 它乱来的话 它也在台湾这边给它判 台湾这边的司法这块 所以可以限制它 所以它在国外投资的时候 它也必要遵守台湾这边的法律 和国际标准的一些价值 那我想这个是我对我个人的想法 有关那个新南下的一个城市 如果这块加进来的话 台湾的民意将来在国际上 会不会那么 像现在的台数的行为造成那么多的一些 误面理解到台湾的民意 谢谢大家 各位好朋友 我想我选择回应你刚这位明清的蔡先生 因为其实在蔡总统提这个新南向政策 在他竞选期间就开始在讨论 那我记得他谈这个新南向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姻姻姐妹们的兴奋 那个兴奋我觉得是他描绘了一个蓝图 有一个憧憬 好像得到了某种尊重 那特别是他也提到了新二代 那我想刚刚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的是 好像 好像某种被使用为某种工具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会想像成 我们新二代可以有某种母国语言的优势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宝贝 那可是你真的反过头来想 我在想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与其期许我们的新淫尼二代 我们应该优先尊重我们在地的一代淫尼妈妈 那今天如果你没有我们的本地 我们的在地社会没有能够尊重我们的一代淫尼妈妈的时候 我们二代她如何可能长得健康开朗 而有一个有历史观的一个这样的亚洲的实力 那所以我觉得是得先尊重我们的一代母亲 那这会涉及到譬如我举例来讲 我说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投入过参选 当我也鼓励我的姐妹们跟我一起来 关心政治 我跟我一起来上街头 一起来关心为什么房价这么高 为什么食安问题这么严重 有时候我的姐妹们跟我讲说 姐不行啦我懂得太少 这个参政参选有可能我儿子有可能啦 我们的淫尼妈妈是如此的期盼 把参与台湾政治的期待 也期待在自己的下一代 可是我想这个是不够的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移民 或是我们本地的公民 我觉得我应该是从此刻 我们的一代一代母亲 就开始 我觉得要给他们完整的参政权 而且我就是给完整的尊重跟理解 那这样才我觉得不自于论 我觉得绝对不是只是某种语言的优势 它是一个 就像我妻子觉得杨老师的书很重要 是杨老师提的是一个有脉络的 有文化的 有历史的一个亚洲视野 那这个是我觉得 今天台湾最缺乏的一个视野 那尤其是上语言 我觉得我们假设好像新移民家庭 你们二代有某种母国语言的优势 可是你真的去问很多我们的新移民家庭 在他家里是不是他的父亲 他的阿公阿嬷 真的允许孩子们 妈妈们在家里自由使用母语 我想要是极少数 非常非常的极少数 他们可以自由的使用母语 通常都是妈妈跟孩子 偷偷的使用母语交谈 那或是对妈妈会在床 就是比如说那种睡觉前床边故事 或者就是妈妈跟孩子能说母语 那可能通常我们现在很多阿公阿嬷 包括爸爸 还没有能够开放的接受 学习东南亚语 所以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移民家庭 你们会经验到 有的孩子们是 有的妈妈会觉得很遗憾 她刚刚养小孩带小的时候 没能及时给孩子们教他们母语 等到她现在已经五岁了 七岁了 十岁了 她会觉得已经错过学习母语的阶段 或者是有的孩子从小起 跟妈妈可以讲母语 可是你知道吗 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开始电影 我们好几个家庭都面临这个尴尬 孩子们不肯跟妈妈在工作场合 走在一起 然后说母语 她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的妈妈是越南人 我的妈妈是印尼人 那个妈妈你看有多痛苦跟难受 那当然我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期 一个尴尬 那当然也有孩子 她其实很骄傲地跟她的同学说 我会讲台语 我会讲粤语等等 那所以不要说 千万我们不要妄想 我们的儿子